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AMD Rhythm 9 7940HS 标压移动CPU的高性能Mini电脑 机械师Mini GTX 去年底我们测试过机械师Mini 2 7840HS小主机 颜值很高,接口不熟 不过相比当时的旗舰主机存在一些弱点 今年618之前 机械师上市了新款AMD Rhythm小主机 在保留了Mini 2双2.5G的优点之外 增加了一组PCIe 4.0X4的NVMe接口 组成了双存储 并且升级了新品的散热能力 相比Mini 2最高45W的性能释放 Mini GTX达成了45W、54W、65W三种性能模式 使用了RGB音色图案的磁吸顶盖 增加了小主机的趣味性 Mini GTX的价格也很便宜 618的准系统价格最高也仅仅是2599元 目前在售的AMD Rhythm这一代小主机 有7840HS、7940HS、8845HS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机械师Mini GTX 装置AMD Rhythm 9 7940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DDR5内存5600MHz 双M.2 P3E 4.0的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小电源49V 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拿起小主机 银色的铝合金机身 黑色镜面顶盖 顶盖上有10克的图案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2A口 USB4接口 耳麦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USB3.2A口 HDMI 2.1接口 DP1.4A接口 双USB3.2A口 双2.5G网络接口 磁吸顶盖 轻松就取下来了 10克的图案是机械师品牌logo 取下脚垫里的4颗螺丝 轻轻提起橡胶拉手 底盖就取下来了 NVM1的散热铁和后置的系统风扇 这块应该是给这个板材的4个电容的 给电容散热还是第一次见到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5600MHz 2280的PCIe 4.0X4的NVME接口 旁边是同样的NVME接口 NVME下面是WiFi6无线网卡 BIOS里许多关键的选项都被隐藏了 但是可以通过使用Ctrl-F1来打开隐藏选项 以后遇到BIOS选项不全的AMD小主机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温度强势95度 性能释放我们不在这里修改 进入Windows后 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LT加K 来切换性能释放 静音模式45W 平衡模式54W 性能模式65W 我们选择性能模式65W 作为本次测试的基准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65W 整机功耗跑在99W CPU频率运行在4.5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7940HS CPU功耗保持在65W 室温27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5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8度 我们首先使用机械式Mili GTX主机的 Riden 97940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42秒 共计582秒 非常优秀的成绩 超过了友商的7940HS 排在了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CPU-Z多线生存机上了7000分 非常不错 Gagbench 5多核 12135 单核1982 超过了一大票780M核弦小主机 Gagbench 6多核13327 单核2663 多核性能接近了ROG LARC的185H 超过了所有的7940HS和7840HS CPU-Z多核性能接近了 CPU-Z多核17,047 单核1801 多核性能也上了17000分 非常好的成绩 PASMARK多线生 32677 单线生4102 多线生存机比所有的7940HS和7840HS都强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机械式Mili GTX 7940HS 65W的性能发挥 排在了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和友商最强的7940HS 互有胜负 性能伯仲之间 接着跑娱乐大师 总分1556749 CPU得分960489 我们还给这台79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36610 XX20384543 CORMARK493471 在CORMARK成绩上 很可惜没上50万分 接着玩游戏 DPC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 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标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平固测试 平均针48帧 英雄联盟 4K重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 新穷铁道1080P非常高画质,跑起来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7度的时候,CPU最高温度90度 SSD最高温度50度 DDR5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sby 3094,FireStrike 8730 Still No Man Night 2956分,稳定度99.1%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绩目前在780M核显中 我们在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赫兹 超频后,USB4和DP接口以及Type-C接口 能够支持4K160赫兹的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锁力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120赫兹10位YCBCR444的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F1视频 YouTuber 8K60帧F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600Mbps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Mbps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WiFi测试 螃蟹8852B1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78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 Intel i226刚威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无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的带宽 机械师Mini GTX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940HSCPU 6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103W 待机最高功耗10.6W 按上面这些结果 120W单槽PD小点源可以搞定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42.9度 SSD带机温度39度 这台小主机65W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寄生噪音是53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2分贝 机械师Mini GTX小主机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940HSCPU 65W的性能释放 多核性能超过了大部分的780M核显小主机 相比自家去年的Mini 2 7840HS 增加了一个PCIe 4.0X4的NVMe接口 接口更加完美了 而升级到65W的性能释放 更是让这台小主机的性能 进入了Mini电脑最强的行列里 也是我们年初总结的 对产品的自我迭代进化升级 它目前的大满贯接口 在去年妥妥式旗舰机标准配置 但今年旗舰又卷起了Oclink接口 所以咱们机械师还得继续努力 希望能在下一代AI9 HX370小主机中 保持在第一梯队更创佳季 总结一下 这是一台目前强大的MD RAM7核显小主机 65W性能释放 散热静印都很稳定 USB4和Type-C接口也能接入PD电源 这是一台优秀的小主机 价格也不贵 628价格2599元 对7940HS来说真不错了 对于想购买一台大满贯接口的 7940HS小主机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